其实花头白条要注意黑嘴全黑嘴 无匠不成棚 您对这个匠额子的运用和理解 在过去这个老一辈养个人当中 有传的一句话叫 无匠不成戏 但是通过这么多年 我个人 当然咱们要拥有好匠的情况下 那么要具备几个特点 第一 皮毛要好 肌肉要好 其次赛季肯定是最重要的 但这种匠额可遇不可求 很难试着 很难 因为咱们现在流行的 你们说凡德木克的红格子 能玩出来的少 班是在300到400公里 这边爆发的比较好一点 真的能把凡德木克 玩到人505那种神奇小鸟的 太少太少了 但是提到匠 跟所有的老师家人说 当下你没有 如果你手里只有那种 毛片比较厚比较干 然后用面纱比较粗 比较干老 比较厚 那么这种只是什么 在相对难度比较大的天气当中 这种鸟子的进降率比较高 但你想让他摘金夺银 难度很大 如果你手里面有真正的 比较好的降格的情况下 首先具备的就是 我所说的毛片 骨骼 赛季 家族 等等等等 达到那种点 你去拿这个红鸟子 去做这种叫异色繁育 叫红鸟子出异色鸟 出灰颗出鱼颗 那么他们出来的这种鸟子 赛季很好 当然你要玩好降 降鸟子叫显性遗传 很隐性遗传 比较比较关键 跟所有的老师说 当下没有特别好的红 把花头白条 你会发现 你在家里做静学的时候 所有的高端平息 所有的赛季 非常卓越的鸟子 在二次进行 最多到二次进行的时候 肯定会挂出花头白条 那么花头白条的代言 次叫软毛软肉 一般占花头白条的鸟子 毛智在这个兄弟姐妹当中 只要挂白条的 只要出花头的 正直牛眼的 那么这种鸟子 并不是咱们好多的人所说的 这个花头白条 我们去追求这种 欲嘴欲爪 就追反了 其实花头白条 要追黑嘴全黑爪 品质要比 什么白爪欲嘴要好得多的多 就跟你的这个重灰 出欲爪 出欲嘴 或者雨点出全白爪 它是一个概念 你既然出了花头白条 你就要找黑嘴全黑爪 它的静想能力和繁育能力 会更强 再就是 你做多重近亲 叠加式近亲的时候 繁衍出这种花鸟子 花头白条 再往下延续的时候 不出大面积画 带点白丁白片 白斧白毛 我只说就那一点一根毛 等等这种情况 那么这种歌 在静想当中 在把你品系提醒当中 要比你用一个 一般的红歌 就要强得多 当然这个前提就是 很难以为 对 对 对 谢谢观看